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竹坛YouTube频道啦 首先呢先祝福大家呢这个农历新年快乐哦 除夕夜的这个晚上呢 六普呢就要碰上这个切尔西啦 那身为这个六普球迷呢 我们当然是希望红菌能够赢球啊 让我们大家呢开开心心过好年这样子啊 那事不宜吃呢 马上呢就进入本期的这个赛前看点吧 六普对垒切尔西哦 那上赛季呢是我们交锋最多次的这个对手这样子啊 不只是这个营巢上面呢碰面了这个两次哦 两轮的这个悲赛决赛呢 我们都是遇上了这个切尔西啦 那两次的这个悲赛决赛呢 都是以这个点球大战的形式呢 赢下这个冠军这样子哦 但是呢四次的碰面呢 90分钟里面的这个比赛呢 双方呢都是打成合局哦 不过呢 最大的这个转折点就是 Thomas Tuchel现在呢 已经不是这个切尔西的这个主帅啦 那这一次呢 碰上开局不顺的这个 切尔西呢 本赛季呢我可以说我们这两队呢 是好兄弟这样子啦 目前呢一个排在这个营巢第九名 一个排在营巢第十名哦 所以相较来讲呢 这一场比赛呢 原本会是一场大战啦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感觉上更像是一个中游队的这个大战这样子啦 那大家呢在这个战术版上面 所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预测首发十一任啦 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预测首发十一任呢 会有很多这个讨论点这样子啦 毕竟呢 六普我们在这个周中呢 赢下狼队的这个队伍呢 其实是有进行这个大幅度轮换这样子哦 那不少的这个球员呢 在那场比赛其实表现的是极度的这个亮眼啦 让很多球迷们呢 其实想要在这一场比赛呢 看到他们上阵这样子啦 那我自己呢也是可以理解这样子的这个讲法哦 那我自己的这个预测首发十一任呢 是长这个样子哦 那我中场呢 我是估计这个 Tiago啊 Fabinio还有Nabi Keita啦 虽然说呢这个Budgetich呢 在这个周中是打得非常非常好啦 但是考虑到是联赛的关系呢 我觉得Fabinio呢 应该还是会继续呢 是我们的这个首发防中人选这样子哦 那右中场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尴尬一点啦 Nabi Keita周中呢 是打满了这个90分钟哦 但是我不知道呢 教练团呢 会不会让他继续上阵啦 那我自己呢 会是想要看到Nabi Keita上阵啦 但是如果到时候呢是这个Jordan Henderson呢 进入这个首发名单呢 我自己也不会感到意外这样子哦 那中风这里呢 我是果断的给上这个Darwin Nunez啦 如果呢Darwin Nunez商欲付出了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Nunez摆上去哦 Cody Gagpo呢 目前看起来呢 真的不太熟悉我们的这个 战术这样子啦 虽然呢 我是把它出认在了这个 左边风的这个首发啦 但是呢 如果Oxed Chamberlain呢 到时候呢 出认在这个边风的位置呢 这一点我也不会感到特别意外啦 因为目前来讲 Gagpo呢 感觉上有一点点呢 格格不入这样子哦 那你们的想法又是如何啦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啦 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首发这里呢 就已经有很多点呢 可以讨论哦 所以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想要看看你们的这个首发 是因为呢 是长什么样子啦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吧 好那现在呢 就进入本场比赛的这个五大看点啦 那第一点呢 是本赛季呢 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啦 也就是呢 这个三中场的组合呢 到底要放上谁哦 刚刚我也是提及了啦 Stefan Budgetich呢 在这个队里狼队的比赛呢 证明了自己呢 其实是有能力呢 为六虎上场比赛的哦 要知道呢 他在左中队里狼队的这个对手呢 其实是碰上这个 Georl Moutinho啦 还有这个Rubin Neves啦 这两个呢 这个经验非常老道的球员哦 不过呢 我感觉上克洛普呢 应该在本场比赛呢 不会把他放在这个防种 首选的防种啦 特别是对手呢 这一次是切儿西哦 毕竟还是一场大赛啦 所以呢 我个人呢 感觉上偏向于Fabino呢 会做首发这样子哦 Jordan Henderson呢 其实我在这个 对了布莱顿的这个比赛呢 我在IG上面有讲啦 他的这个表现呢 非常非常的糟糕哦 那我自己呢 是会想要看到这个 Navi Keita呢 本场出人在这个 右种场这样子啦 或者说呢 如果Harvey Elliott呢 要进来呢 去主打这个 右种场的话呢 我也觉得很OK哦 毕竟的Navi Keita呢 在这个周中的这个表现呢 打了90分钟 刚刚已经说了 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哦 而且呢 比较惊艳到我这个数据呢 其实Navi Keita的这个 施压比抢能力呢 嗯 是仅次于这个Fermino啦 数据上来讲的话啦 所以呢 如果我们过度解读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说啦 如果Liu普呢 想要去打回这个 重金属的足球啊 Navi Keita呢 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这个人选这样子哦 所以呢 我自己呢 会想看到的这个 三中场组合呢 会是这个NFT组合啦 这个Navi Thiago 还有这个Fabino这个组合这样子啦 那我希望你们呢 留言告诉我们 你们这个三中场人选哦 这个话题呢 真的非常有讨论度啦 我们大家呢 就一起来交流交流吧 第二点呢 我们就来聊聊 本场比赛这个Liu普呢 值得关注的这个球员啦 那我自己呢 会选择给到这个 Trade Alexanderano咯 虽然说呢 是这个老话题啦 也就是这个 Trade呢 不会防守哦 但是本场比赛呢 我觉得呢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呢 依靠这个 Trade Alexanderano的这个表现啦 进攻上呢 TAA呢 肯定是我们的这个 创造机会呢 这个创造来源的 这个球员这样子啦 重担呢 肯定是会落在 他的这个身上啦 那假设呢 本场比赛 Darwin Nunes回归的话呢 Tran的这个传总球啊 还有这个长传球的 就非常非常的关键哦 然而呢 在这个防守上呢 其实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环啦 不管我们今天呢 是遇到这个 True Ameca啦 或者是 甚至你要说 Mason Mount啊 或者是呢 这个切尔西的 这个新影员 Mudrick哦 都是极其危险的 这个球员啦 上一轮呢 其实面对Mitoma的时候呢 True Alexander的防守表现呢 其实是非常不错啦 但是呢 有几次呢 是被这个 盘带突破哦 所以这场比赛呢 我其实 比较担心的点呢 就是True Alexander的防守这一环啦 如果说呢 他推得太过上的话 我们确实是有给他这个机会呢 去前查 去进行创造的这个 动作这样子哦 但是这一环的话呢 我自己是觉得呢 非常的危险啊 我们就要看 Mutip啊 或者是这个Joe Gomez 能不能好好 协助这个True Alexander 去进行防守的这个样子啦 因为我自己估计呢 切尔西本场比赛呢 肯定呢 会是咬住这个 Riu Poo的右侧防守这一环呢 去主打他们的这个进攻啦 那第三点呢 我们就要聊一聊 这个商兵的这个问题啦 那Riu Poo呢 本赛期的这个商兵名单呢 其实是非常的长哦 我们现在有这个 Vergio Van Dijk啊 Luis Diaz啊 Diogo Jota啊 Roberto Formino呢 都还没有回归等等等啦 但是呢 切尔西这里的这个名单呢 是更加糟糕啦 基本上呢 缺阵比赛的球员呢 就已经有 高达10到11位球员这样子哦 所以这场比赛呢 老实讲啦 切尔西的这个人员调度上面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这样子啦 目前呢 切尔西 不见的球员有 Riz James啊 Raheem Sterling啊 Ben Chilwell啊 Angolo Conte啊 甚至这个Joel Felix呢 第一场比赛吃到红牌 所以本场比赛呢 会继续 遭受到这个竞赛这样子哦 所以这场比赛 Graham Porter这个人员调动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关键啦 也是考验他的这个实力的时候啦 在这个危机的情况下呢 他到底能不能呢 去摆出一个好的这个阵容呢 来跟Lilu Poo呢 去进行这种对攻的样子啦 所以第四点呢 我们就要带入呢 切尔西呢 到底会打什么阵型啊 那么多的伤兵啊 到底会打这个三中位啊 还是四后位呢 四三三呢 还是这个四二三一这样子呢 那近期来讲呢 其实四后位呢 感觉上是比较高几率的阵型吧 因为上一场的队里 这个水晶弓呢 这个Sanshaw的这个Truameka呢 就有进来呢 去主打类似这种 进攻中场的这个样子哦 但是时不时呢 还是会去拉边这样子啦 那其实在他们的这个 房中这个影员呢 Zakaria受伤之前呢 其实更多时候 他们是主打一个 四二三一这样子哦 但是呢 目前呢 这个Zakaria呢 已经是受伤了啦 所以呢 会不会这场比赛呢 Georginio呢 就会成为他们的这个防装呢 让他们去 帮忙组织进攻这样子啦 那Georl Felix呢 之前已经 晋赛了嘛 那第一场比赛 其实还是有得到这个上场机会 当时候是主打一个 三四三啊 三五二的阵型哦 那这一次呢 有了一个新影员 这个Mudrit过后呢 会不会呢 又改回这个三四三啊 或者是三五二的这种打法呢 我自己是完全不知道啦 如果 切尔西球运 你有没有在看本场比赛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Porter呢 本场比赛会用哪一招啦 会摆出什么样的这个阵型呢 来跟这个 六普打比赛啦 六普方面呢 我觉得肯定会是这个 一贯的四三三啦 只是呢 要看对手呢 去打什么样的阵型呢 六普的这些球员呢 还有这个教练团呢 就要在这个场上呢 随即应变这样子啦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聊一聊这个 本场需要注意的这个对手啦 那虽然说呢这个切尔西的这个新营员Budrin呢 很有可能呢会直接上来这个手法哦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不容小看的球员哦 也就是这一位新营员啊 Benor Berdashele 其实呢我玩这个 Football Manager啊 足球经理的这个游戏呢 我就已经认识了他啦 那高大啊 粗犷啊 速度又快哦 上一轮呢对了这个水进攻的时候呢 也可以说啦 他已经用他的这个表现呢 说服了全部的这个切尔西球迷啦 大家都觉得呢他比本赛季的这个另外一位新营员啦 Kulibari呢 更加值得这个手法的位置这样子啦 所以本场比赛呢 我个人估计啦 Budrinashile呢 还是会取得这个手法的机会哦 而且呢我是非常担心Budrinashile啦 我希望呢这名中卫呢 拜托不要突然间开挂 也希望利物浦呢 能够有这个能力呢 去取得进球啦 找到这个Budrinashile的这个弱点呢 从而呢去惩罚他一下啦 去取得一点进球这样子啦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这个赛前看点 这个所有内容啦 那我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期待是什么 但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赛后观感呢 就要再看啦 因为毕竟是大过年嘛 所以过年的话呢 还是需要庆祝一下啦 所以呢到时候再看怎么样啦 那也欢迎你们大家留言告诉我 你们这个预测比分啦 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